欢迎来到我的卢浮宫艺术课 从这一讲开始 我要带你走进这个课程的第一单元 那就是读懂卢浮宫 我会用五件重要的藏品 帮你对卢浮宫做一次快速的扫描 它们分别是镇馆三宝 莫娜丽莎 断壁的维纳斯和顺利女神 剩下的两件 是来自古埃及和两核文明的雕塑 那就是书立作像和拉玛苏 卢浮宫常年展出的文物有三万五千件 不要说游客 就算是巴黎人 也很难将所有的藏品都过一遍 你肯定会想问 光凭这五件藏品就能了解卢浮宫了 我先来简单的说说理由 第一是代表性 全世界那么多博物馆 有的是以艺术品收藏二文明的 比方说意大利的乌飞奇美术馆 有的是以历史文物而建成的 比方说大英博物馆 而卢浮宫呢 它在这两方面都很强 我选的这五件作品 莫娜丽莎 维纳斯和顺利女神 他们作为卢浮宫的镇馆三宝 代表着卢浮宫在艺术收藏上的地位 而书里作像和拉玛苏 则属于卢浮宫的埃及和两核文明馆藏 他们是近代考古的重要成果 彻底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历史的了解程度 这第二点嘛 这是特殊性 这五件藏品 单凭他们的艺术和文物价值 就能解释得了他们今天的知名度吗 当然不能 真正把这些藏品推到如今这个地位的 是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是历史的偶然性 在这里面 卢浮宫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五件藏品 没有一件来自法国 但他们的命运 却和卢浮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卢浮宫造就了他们 他们也成就了卢浮宫 那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呢 在这一讲里 我就先来说一下这第一个传奇 蒙奈丽莎和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 达芬奇的蒙奈丽莎说她是世界第一名画都不为过 她的展厅常年挤满的人 不过当你拨开重重的人群 走到她跟前时 第一反应可能是 这幅画也太小了一点吧 的确 高77厘米 宽53厘米的蒙奈丽莎 挂在大厅里 非常的不起眼 实际上 这幅画从16世纪开始 就一直待在卢浮宫 直到1911年之前 她都和其他画作放在一起 可没有今天那么大的排场 那么不禁要问了 在1911年 蒙奈丽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里就要说到第一个男人了 这第一个男人啊 其实是个意大利小偷 叫佩鲁吉亚 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 把蒙奈丽莎从龙夫宫偷走了 蒙奈丽莎居然被盗了 这件事让全法国都震惊了 大家都猜这背后 肯定是有着重大的阴谋 但真相很搞笑 这个佩鲁吉亚既不是江洋霸道 也不太懂艺术 他只是在卢浮宫里 干活的一名普通工匠 当他在卢浮宫里 看见那么多来自意大利的艺术品 作为一名意大利人 他的心里有一点不平衡 就想把蒙奈丽莎给偷了 送回族国去 具体怎么偷呢 佩鲁吉亚挑了个周一 因为卢浮宫周一必管 整个盗窃过程非常的简单 分三步 第一步把画摘下来 第二步把画框卸掉 将画藏进大衣里 第三步走出去 佩鲁吉亚只是在走出去的时候 出了点状况 他本来想从侧门走的 结果那扇门居然打不开 最后他只能原路返回 当时的卢浮宫只有13个保安 没有一个发现蒙奈丽莎被偷了 另外 那个时期警方的破案手段 也不太先进 等抓住他的时候 已经过了两年了 那么这两年中发生了什么呢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 20世纪初 那可是西方新闻报刊 迅速发展的时期 媒体开始对人们的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蒙奈丽莎被偷以后 各大报刊的反应是最快的 首先是小巴黎人报 那是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她在第一时间 就将蒙奈丽莎的失窃案 登在了头条 还足足用了三个版面 来报道这件事 很快 其他的报纸也都迅速跟上了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 蒙奈丽莎几乎天天上头条 不光是法国人 全欧洲也都开始关注这个热点 大家先是八卦她的失窃案 随后就慢慢地转移到了 画的艺术价值上 蒙奈丽莎的身价 就是在那个时候 开始日涨夜涨的 文字报道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蒙奈丽莎的图像 也跟着印满了大小报刊 它成为了第一副 被大量翻译的画作 也成为了人们心目中 最能代表艺术的符号 同时 卢浮宫在这件盗窃案上 也展现了她强大的公关能力 首先 她明确承认了错误 还马上加强了安保系统 更漂亮的一点是 她保留了蒙奈丽莎的位置 虽然画没了 但用来挂画的钩子 和那块空荡荡的墙还在 道歉案发生以后 来卢浮宫参观的人 反而比以前更加多了 他们就是为了来看一眼 这块曾经挂着蒙奈丽莎的空墙 两年之后 佩鲁吉亚在意大利被捕 她当时联系了一名画商 想将蒙奈丽莎出手 结果她在去交接的时候 就被警察抓住了 佩鲁吉亚当时还觉得莫名其妙 她说 法国人从意大利抢走的名画 我把她给偷回来了 难道我不应该算英雄吗 其实 佩鲁吉亚搞错了 拿破仑在征服欧洲的时候 的确是从意大利抢过不少东西 但这副蒙奈丽莎 并不是其中之一 至于她是怎么来到法国的 这里就要说到第二个男人了 她就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 弗朗索瓦一世 在达芬奇晚年的时候 特意将她接来法国养老 一直精心照顾 直到她去世 蒙奈丽莎就是达芬奇来法国养老的时候 自己带来的 但在达芬奇的遗嘱里 蒙奈丽莎是留给她弟子的 但弗朗索瓦一世很有眼光 马上赤巨资将她买了下来 这幅画就这样变成了皇室收藏 之后才被收进了卢浮宫 现在你应该能明白 蒙奈丽莎的出名完全就是个意外 假如没有这个意外 我们又该怎样去看这幅画呢 我想请你先忘记她的名声 试着用当年弗朗索瓦一世的眼光 重新再来看这幅画 画的尺寸很小 题材也不庄重 放在大厅里是不合适的 那它适合挂在哪里呢 我是 蒙奈丽莎是需要近距离欣赏的 拿破仑后来就是这么做的 我们去看一下画里人物的姿态 他是侧坐着的 身体往右转了大概四分之一 但眼睛却直接望着观众 这种画法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最迷人的部分还是他的表情 似笑非笑 眼神和嘴角里都充满了一种 私密的亲切感 也许正是这迷人的表情 吸引了当年的弗朗索瓦一世吧 那么这迷人的表情 又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这下终于要说到第三个男人了 毫无疑问 他就是达芬奇先生 1503年 弗洛伦赛的一位贵族 邀请了达芬奇 为他的夫人Lisa画一幅肖像画 这便是莫娜丽莎的由来 正常情况下 达芬奇画完之后是要交货的 但他没有 而且从他开始画的那一天起 就将这幅画一直带在身边 从意大利带到法国 一直带到他去世 整整16年 在这16年当中 达芬奇有事没事 就会把这幅画拿出来 在上面涂了一层又一层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达芬奇认为 轮廓这样东西 在大自然中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才会去反复地涂层 这样就可以让人物的轮廓 变得很模糊 这种画法 我们称之为运涂法 现代的X光检测显示 Mona Lisa这幅画 在最初的图层上 他并没有再微笑 这个微笑 是在达芬奇的反复运涂之后 慢慢修正出来的 所以他的笑容才那么细微 让人感觉到无比的神秘 达芬奇的运涂法 在当时可是非常创新的 不幸你去看和他同时代的画家 波提切莉 他的画作画里的人物轮廓线条 就是非常清晰的 我在图文区给你贴了他的作品 你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你明白 Mona Lisa的表情是怎么画出来的吧 那么问题又来了 达芬奇为什么要用16年去画他呢 在这里我个人有一种解释 仅供你参考 因为这幅画并不是达芬奇的创作 而是他的实验 达芬奇曾经给米兰公爵写过一封求职信 他说 公爵大人 我其实是一个什么都会一点的人 如果米兰要打仗 我可以造大炮 挖地道 要是米兰不打仗呢 我可以造宫殿 组乐团 哦 最后一点 我其实还会画画 你看 达芬奇是把画画放在最后一项的 因为他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画家 他是一个全能型的天才 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科学家 或许他花了16年时间去画蒙娜丽莎 就是想搞清楚 运图法被运用到极致 会产生一种怎么样的效果 画微笑其实是很难的 这需要画家对人物的唇部肌肉 还有面部神经都非常的了解 达芬奇画的这个微笑 运用的不光是画家的技法 还有深入的解剖学知识 以及他那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 蒙娜丽莎这幅画就讲到这了 我来稍微总结一下 首先 成就这幅名画的 其实有三个男人 分别是创造他的人 赏识他的人 和偷走他的人 蒙娜丽莎本身就是一幅 很有私密性的小尺寸画作 达芬奇用韵图法 创造了他的神秘微笑 让弗朗索瓦一世 以及后世的观众都为之着迷 第二 这幅画之所以有惊天的名声 绝不光是因为他的艺术性本身 还和1911年的盗窃案有关 卢浮公在应对这桩盗窃案时 展现了他强大的公关能力 再加上当时媒体发展的大环境 让蒙娜丽莎这幅画名声大噪 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卢浮公 其实100个人看蒙娜丽莎 是100种感觉 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是怎样去感受这幅画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 你可以在留言区 写下你自己 对这个神秘微笑的感受 下一节课 我要说的是三宝中的第二宝 断币的维纳斯 我们下一讲见